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务实了 眼界和思维也更开阔了 这人呢 在年轻的时候会有许多选择 但不管哪种选择 都会是自己今后人生中的一大笔财富 我相信做村大的选择 也会让你们的人生与众不同 那个宝马考村官 有钱了不起 他有钱没脑子 我不正好有老子没钱吗 从2005年开始 就全面实施一村或者一个社区 配备一名大学生的计划 这项计划呀 是直接纳入惠民共产 和党阵一把手抓第一资源部 要求委合作合作 现在已经落实了全市 在这种村或者社区 配备一名大学生的目标 在这种计划 什么呀 社会树心疯的良好局面 现在啊 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 你们可得好好干呐 我们前几年村的 展开的工作就非常不错 他们充分利用了自身 难道还喷消水 生活一定很有治疗 这种人 值得教 您好 培训办公室动画方面 我叫一下邓轻 与我帮了自然方式 都是同事 中文庆课 成交案和国务渠道 发布了不少科技知识信息 可以管许多的工业新技术 用英文发短信 它有海外的关系 拿起来 加上去 中文庆课 在这里 肯定会有你们更大的发展空间 这下你轻松了吧 自由啦 你这甲板啊早该拆了 推散祖司的 有这么忙吗 我不忙啊 但是我这腿要是拆早了 我老爸老妈肯定逼着我回学校上课 现在终于熬到放假了 我也可以让他自由了 你就赖着不想回学校了 我跟你说啊 成绩是休学分的 你这么赖着 人家四年毕业了 你呢 我看拖十年八年逼不了业 那我就不管了 你看哥哥 喂 东军 你说什么呢 好吵啊 听不见 我那个开会呢 我手机一直调着静音 刚看见你的电话 我想你了 千姐 我也想你 你想什么啊 波罗呢 波罗他在哪儿 我帮你叫他 不用了 电话里也说不清楚啊 我们见面聊吧 你就跟我在一块儿呢 那 千姐 刚才你说你想 潘卓哥 我想你了 你把那个具体地址跟我们说一下 然后我们过来找你吧 好 那行 那没什么时候的话了 我还会想不过範 你带我一块去啊 带你一块去呢 得答应我个条件 那得看我做不做得到喽 你说吧 我说把假期休完了以后回学校 可以 没问题 上车 邱莹姐 这个领菠萝对你还挺热情的 别瞎说了 哪有瞎说 怎么说你俩也是有过肌肤之情的 说不定还真的一个低气我 这话可不能乱说啊 什么叫肌肤之情 我那只是跟他 我给他做人工呼吸而已行吗 邱莹姐 你想想 这几年暗恋你的人 仰慕你的人 那是大有人在 我觉得真的值得考虑 喂喂喂 邱莹姐 你菠萝虽然会是我的菜 但是客观来说 他是蛮帅的 你跟我说实话 这个人工呼吸跟静准之间 有什么区别啊 有没有那种小龙乱状 你给心跳的感觉 什么叫小龙乱状 让心跳的花吃的 你赶紧吃饭吧 来来来 吃饭还躲不着你 你走 哦 不说 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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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去 去 来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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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哎呀 这